林志玲刚刚晒出金马奖上自己与前男友颜承旭同框的照片引来了网友的围观 期盼昔日的情侣能够重修就好 没想到呢今天就有爆料了 说人家原来啊颜承旭早就已经脱单了 很抱歉的通知各位 这位新女友不是林志玲 好久不见 颜承旭在金马奔奖礼上 可这大屏幕的一句好久不见 不仅戳中了粉丝们的怀旧泪点 更引爆了林志玲的少女情怀 正当这女姐姐晒着童框罩泛滥着小情绪的时候 颜承旭疑似绯闻女友却被血淋淋地爆了出来 这位爆料当中的现女友名叫张希恩 31岁台湾地区模特 由隋唐接班人指成 之所以和颜承旭扯上关系 还要从去年3月说起 当时台媒拍到满脸胡叉 穿着随意的颜承旭 在KTV深夜约会模特张希恩 不过彼时 张希恩还是颜承旭好友唐国中的女友 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两人也没有过多的交集 直到今天又有媒体深巴后发现 颜承旭今年7月底 曾经被眼尖的粉丝排到 先生美国加州一间面包店内 巧合的是 当时的张希恩也在设置网站上 在同一地点打卡迁道 时隔一个月之后 颜承旭在东京举办粉丝见面会 而女方又神奇地与他出现在同一地点 在回想几个月之前 颜承旭曾经在某发布会上 满脸傻笑求恋爱的一幕 原来是早就有了表白对象了 但最近就很想要可以有对象 然后很认真的谈恋爱 尽管旧情人未能够如大家所愿 破镜重圆 不过看到已经快奔寺的严征序 找到了爱人祝福 还是要酸溜溜地送上 所以就是会觉得恋爱的时候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行的再见编辑不打 感谢观看